看一個畫展的時候你會期待什麼呢 曾經在香港舉辦藝術氣息的畫廊團隊 來臺灣辦了一場關於音樂的畫展 他們邀請日港台還有厄瓜多等各國四十位新銳藝術家 他們各以一首歌曲來創作作品 你在現場看畫的同時 只要打開手機音樂軟體 就可以邊聽邊看一窺藝術家內心的小劇場 透過手機軟體掃描 約翰蘭農的歌聲立刻傳了出來 平面的畫作就像是突然開啟了口 要跟你分享畫家的創作靈感 畫裡穿著西裝的約翰蘭農 頭部成了各種貝殼跟珊瑚群體 俯瞰的天堂樂園充滿了人形畫的動物 平面設計師出身的詹語樹 透過拼貼解構Imagine這首歌裡的和平想像 他有點超限 因為其實可能動物有巨大 我有一點 我想要製造一點前後景 然後主要是呢 他其實主要這就是 John Nando自己的一個演的世界 他其實沒有很廣大 所以他其實這個世界也許看起來很豐富 可是是他的一個想像 所以透過這個東西 他其實可以再擴大 詹語樹用作品探討現實世界的殘酷 有的藝術家是直接捕捉歌曲給他的能量 我個人有一個習慣就是 在飯店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會習慣性把電視打開 但是我在倫敦那幾天就是 打開的頻道剛好都是一些音樂頻道 然後每次都播這首歌 他唱在某一個點的時候 他的聲音是有一種炸裂性的 就是他有一種爆炸感 然後那種爆炸感的那種音質 那種音波其實是蠻衝擊我的 這個東西一直是在我的腦海裡面 一直有那個形象 對 我就很直覺的把它視覺畫出來這樣 畫布形狀像是眼睛的輪廓 針對物質能量 畫家何正宏記錄下聽歌的感官體驗 這些都是音樂啟發的畫作 Studio83曾經在香港 以氣味結合畫作辦展 這次來到台北將概念延伸 邀請玉港台和南美洲 共40位藝術家聽歌作畫 幸福是一種熱的媽媽 當我保持你 在我心裡 其實當我來這裡 他們是一位最初的 幫助我給我 給我一個手 來自我來自在亞洲 所以每次他們工作 他們都在工作 而另一種意義是 不是只賣藝術 而不是只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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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們的機會 去看不同的藝術 而是也就是幫助人們 平常我們看畫展的時候 有可能只是看到那個畫作 這是感覺不到背後的一個故事 這一次我們就是 每一個畫家都可以選一首歌出來 就是去代表他們的一個感受 在設計與藝術美學上 創造出不同族群的跨界聯合 讓賞畫賣畫更有意義 我們一起見 賞 聯合 謝謝貝 甚至